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再跟各位聊一個話題 就是跟射箭有關係 今天我們講的是創意 也是射箭相關的創意 因為射箭這個東西,像你看日本的公道 它把它弄得一種儀式化 射箭裡面有殘疾 所以它摒棄凝神,尤其女人射箭很美 可是實際上射箭這個東西 它原來是一個武器,戰鬥的武器 不管是殺敵,在戰場上殺敵 或者是狩獵,都跟生命有關係 也就是說射箭是一個生死交官的活動 那今天要再次跟各位聊一個就是 之前我們有講過說那個劍的本身 上次我們講了劍本身的一些故事 那我們現在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劍本身的一些變化 它跟設計創意裡面的一個關係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邊幾個字 第一個那個字叫敵 一個金子旁邊,一個桑那個字念敵 敵是什麼東西 敵其實就是什麼 日本有流敵馬 就是騎馬射箭 那個敵這個字在中國裡面 它就是想箭 也就是這個箭頭的地方 做了一個哨子,一個風哨 箭出去的時候咻 各位如果看水浮傳 你就知道水浮傳裡面 人家要投靠梁山的時候 經過那個那些 軟小 軟小 軟小2 軟小5 軟小7 他們這些人 這些傳家都先做了一個過濾之後 確定是這個人是要 要投靠 然後他們就對著那個梁山那個地方 射一隻響箭 咻 射到那個梁山上去 梁山一看著響箭 那個下面有狀況 等一下有人要上來 那在這個響箭 那個響箭就是敵 這個在中國是很有意思 再來就是這個字 就是箭頭還有一個叫是屎 這個屎跟那個米田共 那個大便的那個屎 是在那個中國字裡面是相通的 再來一個就是觸 觸就是我們講的箭頭 就是這個位置 那上一次我們有講到說 在網路上很多很多世界各國的人 其中那個最多的是外國人 有的俄國人有的德國人 也有美國人 還有那個Anderson是丹麥人 他們非常深刻研究 像以我來講 我就收集了很多 有像譬如說那個唐太宗的 昭靈六郡 還有那個清朝那個 郎思寧的那個 那些清朝武將 騎馬射箭這些 那他 因為他們屬於一種精密描寫 所以裡面很多那個武器 像那個昭靈六郡是浮雕 刻在石頭上面 牆壁上 在唐太宗的那個昭靈 昭靈的牆壁上 那這些這些東西裡面 它那些物都是很具象化的東西 那這些我自己有注意到 我發現到那些外國人非常靈敏 當然他們收集資料比我們還更多了 因為有時候我這邊收集的資料裡面 只有少部分 是 不是專輯講射箭 比如說 那個 蒙古人消滅了花辣子摩這個國家 那 當時那個圖像 我們在歷史書上面 外國出的歷史書上面 我就發現到他們那個射箭的那個弓 是馬弓 小的 那 雙方用的弓 跟武器 和盾牌什麼都不一樣 這個我從小就很有興趣 沒想到這些老外 我今年63歲 那些人可能都只有40幾歲 甚至於30幾歲也有可能 他們都已經有收集了在世界各國的這個資料 很多東西我都 之前我都研究過 我發現到他們也在研究 而且研究的蠻深刻的 包括清朝那些 我們那個弓 蒙古的金角弓 它在那個 在裡面 蒙古弓跟那個 曼洲 也就是 也就是 滿人 也就是東北的滿人 他們用的那個弓 它是分開來的 跟土耳其的那個 游牧民族的Turkish 又分開來 那跟英國是長弓 地中海市的這個工 它分得很細 那這裡面我就覺得很有趣 他們常常會把一些那個圖拿出來 那個書上的圖插畫 各位 像這是我畫的 我隨手畫的這個 這個是所謂的 這個是所謂的 這個地中海市的握法 這個是 板子的握法 就是色的 色的握法 然後 這裡還有 我這邊畫的捏色法 它是把那個弦給扭 扭住的這個 這裡面我就發現到 我發現到這些人 他們都會在那個 他的影片裡面 在秀出那個 某一個書裡面的那個插畫 那還有就是那些古代的那些畫 那些畫 那些繪畫 他會把它 把它秀出來 那裡面有發現到 他們所有的研究 都是根據圖像來的 來還原古代的 因為古代就有那個東西 比如說 那個奧圖曼 奧圖曼式的那個箭尾 之前有講的螺旋形的箭尾 還有箭頭 還有那個長度 這些各種元素 他們在那個 他們都是從那個古畫裡面 去找那個 那這裡面就有一個有趣的 這樣 有些古畫畫的那個 畫膠 它本身不會射箭 觀察不夠仔細 所以畫的東西 根本就錯誤的 比如說 弦一拉起來 弦居然是弧形的 那不可能吧 因為 這個弦是緊繃的 緊繃的你怎麼拉 它都是直線 一定是直線 就從你拉在那個點 開始上下是一條直線 怎麼可能 這個弦會變成弧線 這不可能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那個弓 弓有的時候 有一些古代的畫家 把弓畫成一個圓形的 那也都不切實際 那都是屬於神話性質 也就是說 畫那個畫的人的觀察力不夠 這裡面我就 就覺得很有趣 所以說 繪畫能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能力 在沒有照相術之前 這種手繪能力 這是在下的手繪能力 常常在畫這種東西 隨手就畫 這種能力是一個 搞創意的不可或缺的一個基本功 那 那 剛好就是 之前我們有講過 第一次 我們今天 我今天跟各位 聊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之前有講說 一次射多箭 最多就是四個箭 因為我們五個指頭 五個指頭 只有四個指縫 所以我們一次 頂多就可以 就可以射 射四字箭 這四字箭可以並排 也可以插排 這樣子 射四字箭出去 這個在 在印度 印度也有 其他國家也有 印尼都有 有的是往上射的 有的是往橫的 有的是往下的 那這是這樣橫向四肢 如果你把這四字箭 這樣橫過來 這樣子射也可以 這樣子射 那也就是說 我一次射出四字箭 這四字箭可能可以 如果是樹的射 可能是射中 同一個人 啪一下中的四箭 如果橫向可能 插開來之後 四字好裡 也插至千里 所以我可能四字箭射出 就是可能射到四個人 如果有一對圓馬經過的時候 我這樣子射它的時候 我這個命中率就很高 為什麼 歪打正著嘛 那這個裡面 我今天跟各位提的就是 不管你射不射箭 當然如果最好 你去能夠射箭 買個弓 買個箭 來好好的摸索一下 不要那些附加的零件 就是用原始的方式 最好是能夠DIY 參加我的DIY班 我們來做一次工 大家來練習基本功 然後大家回去練 那其實這種一次射多箭 這個我之前有講過埋伏 那它的這個原理 不管你射不射箭 你玩不玩射箭 今天我講這個 你都可以當作是一個創意 設計者發想的創意 腦筋的爆炸 原子彈爆炸 連鎖反應 一次射多箭 就等於什麼 等於散彈槍 各位 散彈槍一顆子彈 砰 裡面很多鋼豬 分散 散彈槍的那個就是 散彈打鳥 可能一次可以打死很多鳥 如果散彈打 其他獵殺動物的時候 獵殺野豬什麼的話 一下子那個野豬 中了很多彈 一個發子彈 出現散彈 這個就跟我們 剛剛講一次射多箭 四箭是最多了 因為我們只有五個指頭 只有四個指縫 再多你就沒辦法夾了 這就是散彈的原理 各位 箭這個東西 在古代就等於槍的子彈一樣 它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各位都知道 北約跟那個 這個 大西洋這個 公約國 他們用的不一樣 比如說大家知道 那個槍的子彈裡面 有0.38 0.38 0.38 英寸 還有一個45 手槍式 45mm 它是兩個 一個是 一個是音字 一個是公字 這兩個 這兩個的那個大小 是有差異的 所以 今天你就拿到 拿到敵人的那個子彈 你沒辦法用在你的槍上面 你必須用他的子彈 用他的武器 可是古代射箭不是這樣的 射箭你射出去你的箭 你撿到人家那個箭 你可以拿來再射回去 也就是它的那個 是通用的 箭這個東西 你不管哪個國家做的 它就是這麼四個元素 箭頭 箭身 尾羽還有弦座 這四個元素 這四個元素 怎麼變化 也就是架了弦上射 不管你的弓是怎麼樣子的 你還是這樣射 只要你找到適當長度的 你就可以使用 也就是當那個 《三國演義》裡面不是講說 那個 諸葛亮草船借箭嗎 他用那個稻草人 讓敵人把箭射到稻草人上 他們再拔起來 毫法無傷的直接拿起來 一下就弄了十幾萬支箭 就不用做 然後他自己分 一個人都沒有傷亡的 收集了這些箭 怎樣這些箭要拿去 射回去 當作武器 所以大家就知道 它沒有什麼 點三八跟四五手槍的 規格不符的問題 沒有那個問題 因為 箭不管你是哪一個國家的 哪一個什麼東西 都可以用 通用 因為 不管你的公是什麼 哪一個國家 哪一種民族做的公 都可以通用 公跟箭互相的使用 是通用的 這也就是規格 規格上是通用的 這是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因此 我們把箭就可以相 就可以把它相對於 跟槍械的子彈是一樣的 而公就是槍械 公 那弩就更跟槍械更接近 公 在發展成母 然後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個長弓射短箭 那有人說 中國古代叫這種長弓射短箭 用那個 用導管的方式 那個叫做騙 騙 就是那個 雪片的騙 騙劍 這個東西在中國古代就有 我看在網路上也是很多 那個愛好射箭的外國朋友們 他們都做了 跟我一樣 DIY做了那個 那個導管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我之前在那個長弓射短箭 我有講過 所以這個的概念就等於是一個 臨時的弩 那個導管就是 就是弩的那個中間那個架箭的地方 那第三個就是箭頭 箭頭的變化 那就是變化 剛才講過那個敵就是什麼 敵就是這個箭頭上面有一個封哨 各位看日本那個劉迪馬 還有那個蒙古人他們在射箭比賽上 它的那個箭的頭它不是一個尖的 它是一個圓形的木頭的頭 因為它是要 劉迪馬它是要集到一個瓷碗上面 把瓷碗打破 然後那個蒙古那個它是氧色 遠距離 然後也是在地下放的那個 放的那個東西 然後 它那個箭要把那個東西給打倒 也就是它雖然是氧色 但到那個還有一定的力道 那這個裡面就是 就是箭頭在變化 那在古代裡面 這個箭頭有哪些種變化 我先列舉給各位參考 第一個火箭 就是這個這個箭頭 它可以 它可以用那個油布 纏住之後 點鑿之後 射出去 射到對方的 那個那個那個 木材上面 門上面 就會引發火災 射火箭 那這個射火箭這個箭頭上有很多種做法 有的有的有的把箭頭做成一個像燈籠一樣的形狀 扭曲的 然後裡面就可以塞油布 那這是一種火箭 射出去火箭 各位大家就知道 那個有的人講說那個炮這個字 我們一般寫是一個火字旁邊一個包 那但是那個也有一種寫法是一個石字旁邊一個包 那兩個字都是炮 炮兵叫炮 到底哪一個對哪一個錯 沒有什麼對錯 石頭的那個炮就是 這是拋石機 這是中國古代那個叫做回回炮 就是回人他們用的那個拋石機 就是炮 拋石機它可以拋石頭 它也可以拋火球 所以它那個 所以那種拋石機也可以拋出火球來 而且那個火球是一個皮囊 這個皮囊摔到那個城裡面去之後 摔到地上或砸到牆上之後它破裂 那些油那些易燃物都分散之後 立刻可以造成大火 所以那個炮 不是我們想像的要裝個炮彈什麼 火藥不需要火藥 拋石機 用物理原理 那同樣的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火藥 那之前我們有講的彈弓的事情 也講過 那我們這個頭上也可以做什麼 像甩砲那種東西 你直接射到那個牆上 啪 它就會炸開 我之前講的彈弓 你可以打那個甩砲 可以深冬擊西 那些賊 它可以把那個 夜行的賊 它可以把那個彈弓射到對面的牆上 才能引發人家 往那個地方去擊倒 那其實那個倒在另外一個地方跑掉了 深冬擊西 引誘人家 那同樣的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那個 類似像 類似像那個 觸發性的那個 雷管在前面 你射出去 射到對方的牆 射到硬物上面 一擊發之後 爆炸 那也可能 你也可以做 你把時間距離算好 你可以用 類似像 像鞭炮那樣 你射到那邊去 剛剛好爆炸 產生這個 這支劍 產生飛彈的作用 遠距 產生作用 那另外一個叫劍中劍 劍中劍 劍中劍在中國大陸 有一個電影叫做 《哪裡來的駱駝》裡面的 有一集叫做 《劍在弦上》 《駱駝2》吧 是中國大陸演的 那個電影挺好看的 也是射箭 所以現在射箭是全球 風靡射箭運動 那個電影好像也是 最近一年兩年演的吧 我看了以後 那個電影裡面 他認為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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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項族的 黨項族的人的 那個 移民 然後 他們還保持了 祖先射箭的傳統 中間有很多射法 道的射法 從這要射 還有 還有一些什麼 還有那個 弓啊 甩過來 反手 反手架弓 這些很多花樣 那些花樣 這個 值得一看 其中有一個 這個最有意思就是 他們都是高手 高手過招 最後 他兵不厭詐 最後他就射箭 因為他們就可以用手抓箭 這個Anderson 他就親手用手抓箭 人跳到空中 人家射過來的時候 他在空中把箭抓到的時候 立刻 用他的弓 然後 抓起來射 還有他也可以把弓 拋到空中之後 然後弓下來之後 他一抓到弓 就拉起來 就射 Anderson的那個理論 就很簡單 那就是 就是要把弓 他不相信什麼 什麼殘不殘到的 那個 什麼修殘的 那些 他就把弓 當作是一個兵器 他認為那些 把弓 拋到空中 那個 那是因為 一個古話裡面 就有 那個 那些人把弓 拋到空中 並不是要投降 也不是要狡械 他騎著馬的時候 他把空拋到空中 耍技術 就像那個 東煌壁畫裡面 那個人 那個女的天女 把那個 那個琵琶倒著 扛在肩膀上 再倒著 倒著彈琵琶 那都是一種 炫技的一個做法 耍技術嘛 表示他很厲害 同樣的 那個 這個 抓了一把劍 抓了一把劍 連續射這些 這些東西 都是一些 高超的技術 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電影裡面 他最後 他們兩個對決的時候 那個 那個主角 射出去一劍 他改造了 射到那個人的時候 那個人用雙手 夾住那個劍 這一招 很多 武俠片都有 不管你刀砍下來 還是什麼 但這個劍 他居然用兩隻手 他抓住之後 離著他 只有 一寸的距離 他居然就抓住了 把劍抓住了 那個劍沒有射到他 可是這個劍頭 因為他抓住那個 那個慣性 突然劍停了 裡面的機關 啟動 這個劍頭居然 啪 射出來 就是劍頭中間 還有劍 劍中劍 因為劍桿是空的 所以 有沒有可能呢 完全有可能 只要你發揮一點點 設計的概念 尤其搞機械的人 你要做劍中劍 要做什麼 都是有可能 所以那個電影 那是有創意的 最後 最後 他那個 最大的敵人 他抓住他的劍的時候 那個劍中間 那個劍頭 又射出一支劍了 把他給射死 槍上射死 那個 那個的原理就像什麼 就像那個 手槍 那個槍彈裡面 子彈裡面有一種叫達姆彈 達姆彈是把子彈 那個彈頭射到那個 對方的體內之後 才開始爆炸 那個彈頭 爆裂開來 讓他那個 那個 那個彈片 丟到那個人的體內 內臟裡面 殺傷力更強 達姆彈 有的人叫子姆彈 其實 正確名字 就叫達姆彈 剛才那個劍中劍 就是一個達姆彈的原理 那 剛剛講過 另外一個叫響劍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信號 發出信號 響劍的做法 其實 很多種 那個 我們就 以後 以後我做出來之後 我在示範的時候 在錄影吧 跟各位分享 那還有一個是 就是倒鉤 這個 這個劍處是有倒鉤的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商朝 在台灣的歷史博物館 以前在放在門 一進門的右邊 那個 我大概在18歲 我今年63歲 18歲的時候 第一次去看那個 台北歷史博物館 我看那個劍 我立刻把它畫起來 那個稿子 它現在還留著 因為我好驚訝 那個時代的人 居然就可以做出 那麼厲害的東西 它的那個劍頭 並不是 並不是一片的 它是三個 箭頭跟那個魚尾是一樣的 它是三個刃的 三個刃面的 每一個刃面相隔120度 三個刃面 而且每一個刃面都流線型之後 還有倒鉤 也就是射到 射到那個 對方的那個 肉裡面去之後 你要拔都拔不出來 要拔出來 你會有很大一個傷口 因為它那個有倒鉤 三個刃都有 這個 當時我看了之後 我就覺得 非常的 驚心動魄 所以有倒鉤 就是這樣 好 最後一個 是我想到的一個 Anderson可以把劍射出去之後 那個劍可以轉彎 就是 前面有障礙物 我這個劍從這樣射出去之後 繞過這個障礙物 射到這個障礙物後面的人 也就是眼底後面的人 可以被它射到 這個我就不知道在 在中國有沒有 或者在其他歐美各國 有沒有這樣子的記載 可是Anderson在螢幕上面 就這樣射了 用一些人站在前面 嘩射到那個後面去 射到靶上 或者射到那個啤酒罐上面 甚至於 他在一個墻 一堵墻 一個直角的墻的後面 那個人 假人在那後面 他從這個 他看不到假人 假人也看不到他 因為他那個人在墻的後面 就是找掩體嘛 他居然那個劍射出去之後 很明顯的這樣 繞了曲線 射到那邊去 各位 這個墊子是一個圓柱形的東西 它跟那個棒球的球 或者足球是圓形的 你要踢那個旋轉的 你要踢這樣會繞 它的軌跡變成一個弧形的軌跡的話 你要投棒球的人都知道 變化球不管是向上 從向往上 或者是左偏右邊 他都是靠拿球的位置 然後手腕轉的時候 讓那個球旋轉的方向 會一樣 使得那個流體動力鞋 會讓這個球 跑的軌跡不是直線 而是曲線 同樣的 你踢足球入門的時候 你想要踢足這種旋轉型的球 就是你踢球的那個著力點 不是在球的正中央 而是在偏的位置 要偏多少 偏的越多 它旋轉的 這個弧度越大 可是一個劍是一個圓柱形的東西 它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子走曲線出去 劍如果你要射出去 它自己像蛇一樣抖 這是因為 因為那個 它受到很大的流 流體的這個波的原因 所以它像一個蛇一樣動 這很難 還有一個 你想要射 你想要射的那個位置 它會偏 是因為風的關係 各種原因 可是你想要 故意要讓它走這樣 走這樣曲線型的 那真的是很難 我自己的推測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定格 也沒有親眼看過 也不知道 它用的是什麼樣的劍 我在猜想 就是能夠變化的 魚尾變不了 變成是這個頭 箭頭 它的箭頭可能 可能有 可能有那個 有孔 孔洞 那個孔洞 就是讓這個劍往前 飛的時候 它這個孔洞 斜的孔洞 那個空氣從箭頭進去的時候 要從那邊跑掉 所以死的那個力量 就會讓這個箭偏掉 因為它射的時候 偏掉之後 它就會走這個曲線 這是我個人的推斷 到目前為止 這個還沒有任何人去解答 Anderson他只有表演 他沒有解答 因為那是他的拿手絕活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個箭頭的位置 變化萬千 我講過說 箭頭跟這個箭桿的 這個結合的方式 有很多種 有的是用綁的 有的是用塞到這個箭桿裡面 有的是在套的箭桿的外面 有的是用交合的 有的是用那個繩子綁的 那另外還有一種 現在很容易做的 就是你用螺絲嘛 你把箭頭 不管你任何一種 你只要把這前面做成 一個螺絲的形狀 你把那個箭頭 後面做成這個螺絲的形狀 或者你把這個箭頭 箭桿前面做一個螺絲 凸出來 然後你把所有的那個 要換的那個頭 全部做成螺絲 鎖上去嘛 臨時鎖上去之後 它就可以有千變萬化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射到那個 要攀岩 我們的射箭 射到樹上 和射到那個岩石上面 它要形成爪勾的作用 繁殖種 甚至於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智潰式的 也就是 我箭射過去之後 我這邊做一個危險斷面 我射到那個地方去之後 因為那個力量的關係 箭頭卡在那邊 但是我的箭桿就斷掉了 就掉下來 工程生退了 只剩下那個箭頭 還有一種叫易射 易射 易就是那個 那個干戈的戈 去掉一撇那個 這樣叫易射 中國古代的易射就是 把那個箭的上面 尾端 它綁了繩子 它射出去之後 比如說射魚好了 或者是射鳥好了 它這個箭射出去之後 後面那個繩子一直跟著跑 跑到那邊射到那個鳥 鳥掉到哪裡之後 你可以用這個繩子把它拉回來 射魚也是 射到那個魚 這個魚 中了箭之後 還要跑它跑不掉 因為這個箭的後面 有線 那個叫易射 凡此種種都是 箭的變化 注意箭的變化 箭的變化 設計 如果你懂設計 你懂得發想的話 你一下就可以畫很多種 我一下畫幾十種 每一種我都想做實驗 以上補充能夠給各位分享一下 射箭的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 Create的那個 第三個 謝謝